博仙十大愿望 这些业障如果说变成十项的话 尽虚空变法界的方向 这普贤菩萨自己他说 普贤菩萨认为他的业障都那么多 难道说咱们能比普贤菩萨还少点 只会比他多不会比他少 一定是这样 那么普贤菩萨怅悟业障 是不是说我怅悟上三年五年得了 没有人家这么怅悔呢 只要啊这个这个 这个进虚空变法界里边有无数的佛世界 佛世界里边有佛还有无数的菩萨 那么普贤菩萨怎么办呢 他就用他普贤希愿力 在每一个佛前 每一个菩萨前 都有一个菩萨菩萨在忏悔业障 人家是这么忏悔的 咱自己一个人在忏 忏了半天 能忏了多少 而且这么忏悔人家说 净虚空戒 虚空戒净 众生业净 众生烦恼净 这个我只忏悔 方才穷尽 因为众生虚空戒 众生戒 众生意业 众生烦恼没有穷尽 所以普贤菩萨说了 他的忏悔无有穷尽 而就是念念相续 无有间断 生与意业 无有疲业 而这普贤菩萨是说明什么 他现在还在忏悔业障 按咱们 要是照咱们 按咱们还念了五年 早就不得了了 那普贤菩萨休了多少时间了 现在人家还干嘛呢 还在忏悔业障着呢 无有群净 无有间断 观点还有一个 没有疲业 那换句话来说 那除非他成佛 不成佛之前 你必须都得忏悔业障 为什么 你不忏悔业障 你就会停顿 进步就 立即就停顿 你认识不到自己的问题啊 你怎么进步呢 包括咱们在人中 为什么我们自己方方面面没有进步呢 因为你认识不到你的问题所在 我们现在大家都认为自己第一 肯定的 都就是自己对 表现错 为什么呢 你自己认识不到自己的问题啊 眼睛是向外看的 看别人 从来不看自己 脑子呢 反映出来 那肯定是别人有问题 你认识不到你自己的问题啊 你就没有办法改变 没有办法改造 没有办法进步 你就没有动力啊 所以灿悔业障 这个内容啊 很深刻的 包括认识到自己的问题所在 如何解决都在里边 灿悔业障是永远的 除非你到了成佛了 那到了无上正等正绝了 那你没问题了 已经到了大圆满了 可以了 否则 时时刻刻都得成为业障 成为包括消除业障 你想说我弄上三年五年 不行了 我不弄了 那你只会让你自己啊 顾步自分 原地踏步进步不了了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说现在大家想 不拜颤了 不念地上经了 那只能啊 让你自己啊吃亏 没别的 没有管你 谁管你 爱你 杀你 但是只能让你自己吃亏啊 所以大家可不要说 觉得自己有把握了 就要去搞点啥想法了 那只会让你自己收益减少 不要轻易地相信自己 不要轻易相信 相信了自己 那你就等于这个聪明人 聪明人啊 进步不了了 要做老事 不要做聪明人 一定要做个老事 老老实实修下去 永远修下去 修到哪呢 修到西方极乐世界 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咱们忏悔业障吗 你还得忏悔 不要以为到西方极乐世界 我们就完事大吉了 普贤菩萨 现在人早就到西方极乐世界了 还得忏悔业障 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 难道就比普贤菩萨还高吗 早就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 一个劲儿让自己往 把自己往高了 把自己往底下 就按就成这样 一定要虚心 坚虚 得得有这个东西 扎根打基础 那是永远的事 你现在扎根越深 基础打得越牢 你将来才成佛 做佛的事业 才有可能做得坚持 牢固 你现在打的基础 浅 你别说修行了 比如说以后成佛了 你这辈子往生 恐怕都会有难度 你别以为 往生这时候容易事 都容易 真不容易 现在咱们桌边 有几个一桌 哪儿往生走的 欲知识 自己是坐着就走的 不多 不多 就是听说过 我们看那些故事 听说过 没看见吗 不容易 所以就是 坚持这个方法 不要变 我们只要能到 希望这段世界 就行了 到了那儿 就不难了 不费倦了 不要轻易 变换题目 不要轻易 觉得自己了不起了 够了 不够 永远不够 永远不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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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